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老爷 在罗斯大仓库着火这件事情上 我倾心了别人的意见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议和总这说什么呢 事情都过去了 再说了 作为公司的领导 为了公司的利益着想 当然应该差个水段是出了 你不在意就好 还有一件事情 总部一直要求我 临走之前能做一个投资项目 我看你啊很有投资点光 你手头上有没合适的 您这说起来我还真有一个 您可以考虑一下 说是听听 其实啊就是去咱山东老家 投资的一个项目 咱俩都是山东人 您对山东人的了解 为人实在 做事比较有信用 而且啊 现在国家十二五计划 明确指出 要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咱们公司把这个眼光放在农村 收益应该一定不错 好好好 咱们又给家乡做点事嘛 对对对 那你赶快报上来 我和报总部啊 好好好 回头我就坐 好的 我接个电话 好了 好了 喂 好 好 大家安静一下 现在呢 有请我们的叶子小姐 为大家带来一手 你的眼神 展示欢迎 来自我 明天 拿个小姐 我给大家玩 那我 来自我 好 我 这 费 真 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глав onset 好 爸回来啦 回来了 大大 先洗手一会儿爸做饭吃啊 爸 你事多你干吗呀 爸啦 要去一片那儿出趟差 明天一早走 一星期以后就回来 去业家出差 对啊 爸爸上次跟你回老家的时候 答应了大山叔叔 要帮他们村里的项目找投资 这次爸爸就去代表公司 去考察一下 我也要去 你恰恰你去 你又想逃课不上学啊 爸爸是去工作 也不是去玩 要不这样 什么时候你放假 爸爸再带你去好好玩 行吗 那就给你吃面子吧 不过你也要答应我 说 给永顺叔叔和虎子哥他们带好 一定完成 对了 别在这儿傻站着 去把你的东西收拾一下 爸爸把你送我妈妈那儿先住去 爸 你不是不让我在妈妈那儿住吗 别瞎说 什么时候我不让你去妈妈那儿住了 是不是你小子不想上妈妈那儿住 你要不去也行 你就住萧伯伯家 两个你选一个 我没说我不去 爸 你是不是又跟我妈好上了 我咬死你 啊 胡子扎到我了 剁嘴 跟你有关系吗 那我先收拾去了啊 对了 爸 我还有一些礼物给永顺叔叔 我乱乱 喂 小伯伯好 达达 你爸爸呢 我爸爸在屋里呢 那我先收拾东西去了啊 好 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啊 没有啊 你这是哄我呢 说着你呢 我让你帮我找的房子找了没有 找什么找啊 从今往后啊 你就踏踏实实 安安心心地住这儿吧 那那行啊 我住别人的房子心里不踏实 你也甭劝我 我从山东回来肯定搬 甭搬了 我让你看看这个 什么呀 你看看 喂喂 老老老小你你疯了吧 你是真挣了钱了是吧 你你怎么能把房子给当当的 你怎么想的你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当当买房子呀 这是人家一二买的 怕你不能接受 就把房子落在当当名下了 这母亲给儿子买的礼物 你这会儿不能拒绝了吧 你老实说 这是不是你捣的鬼 什么我捣的鬼 这儿啊是一二买的 一二呢 说你既然不同意她帮你还债 就不觉得心里故意不去 所以就把这房子给买下来了 一会儿让你们爷俩 有个安身之地呀 那你跟我说说 你跟她说什么呢 她怎么想起这茬儿来了 我没说什么呀 我就是说了一句 说你啊不想在这儿住啊 要到外面租房子住 行行行 你自个儿惹的祸 自个儿收场 我不住 你 你你真是个眷驴呀你 房子已经买了 你房心住着好了 反正又不是你的房子 你要是爱面子不想住啊 那你就跟着当当分局好了 一天到晚叫什么劲 不 有病 不 我哪儿跟你交劲了 你左个相亲又个相亲 想要我参加什么 相亲节目 傻 傻意 一生的相亲有什么不好啊 不是那么多女孩都在那里 找到自己的另一半的吗 反正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妈都跟你约好了 明天就来录什么V什么啊的 你要是不拍啊 我就找你们领导 听到没有 好 谁呀 儿子 妈妈 来 快进来 爸爸明天有出差 我在您这儿住几天 可以 没问题 进来吧 我 我就不进去了 我可能一个星期以后 再来接当当 这是他东西 进来吧 我房子里没有瘟疫 儿子 吃饭了没有 没有 我和我爸爸都没有吃饭 赶紧吃饭 你也吃点吧 要是有多余的吃点也行 妈妈告诉你啊 一日三餐不按时吃 影响身体成长 你吃饭了 那个晚饭有时候早点晚点 但是早饭午饭都挺按时的 对了 那个老肖房子的事我知道了 你干嘛不跟我打个招呼呢 我送孩子东西也要跟你打招呼吗 送当当东西当然不用跟我打招呼 不过 爸爸 这条菜我最爱吃了 多吃点啊 宝贝 不是 对了呀 那个骗保的事都亏了你 罗伊娜跟我说了 是你去求她了 这事你就甭管了 做什么事情是我自己的事 反正我在你这儿是多余的 我才是多余的呢 小屁孩你听谁瞎说的 你又和爸爸妈妈 都会把自己孩子 当成奔向幸福的绊脚石 那都是别人瞎说的 那在爸爸这儿 你永远是我最大的财富 那妈妈呢 妈妈当然也不多余了 你们要是和好了 我听见能看见你们 那咱们谁又不多余了 等等 不是爱吃妈妈做的鸡丁 来 多吃点啊 爸爸又跟我回去学一学啊 你也吃点啊 希望坏有营养 白部长 我刚出门 现在去山东有动车 三个多小时就到 你转高贺总 我一定给他一份 像样的投资计划 好嘞 好嘞 回头再聊 白部长 你怎么开萌萌车来了 我管得接的呀 其实不用来送我 我打开车就行了 你可别做多情 我不是来送你的 我是要跟你一起去山东 上车 怎么着我开车你还不放心啊 不是不放心 我是怕你不认道 再说了 领导当然得坐车了 您还好意思说 我以为您这是专程监督我 合着您这是为了逃避相亲啊 我觉得老人家也是为你好啊 这不是他老人家的问题 是我妈在这么逼我下去 我都快疯了 你知道吗 我今天到公司 他拉了两个人 竟然更要录什么 相亲节目 幸亏我当时跑得快 要不然 哎呀算了算了 不是我不开心的事了 后面 你老家好玩吗 老天你在贺总面前 吹你家乡这么好那么好 我到这场去看看 这一说 我还有点担心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好不好玩啊 完全是自个儿的感受 我们那儿 你说有多美肯定也没有 但我敢保证 肯定是原生态 纯自然 那太好了 就让大自然的力量 拯救一下我这颗麻木的心灵吧 看看看 还是跑我们那儿放松心情 观光旅游的吧 怎么能说我观光旅游呢 要真是这样的话 贺总能放过我吗 还这样你说的对了 我就是来监督你的 好啊 欢迎监督 咱们快去 sters OP白不登 我带你看看我们这地儿 你们喔 来 外部长 这才是真正的青山绿水 这里景色真美 空气真轻松 是吧 你没有发现 空气里啊 不光香还有甜甜的味道吗 那是因为这里没有污染 这真是一片 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啊 所以我认为 开发的潜力非常大 先别这么冷下定论 等考察完再说 这必须听领导的 一会儿我先给您安顿下 不过山里条眼艰苦 您得受点委屈了 我喜欢这里的清静 那就好 不过说实话 城里一天到晚吵吵闹闹 来这儿也算静静心 我给您安排好了之后 我先去见见村长 到晚上我再给您接风洗尘 好啊 那走吧 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不能说 这次我来问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板 你好 不不 不 不 别瞎说 这 这是我们领导 白部长 不是 不是 这次是专门代表公司 来站这儿考察项目了 我想安排他在你这儿多住几天 没问题吧 没问题 行 那个 走吧 来部长 咱先上去 来来来 来部长 看看 怎么样 这是我们这儿 最好的一间房了 挺好的 房间环境真不错 喜欢就行 老袁 透过刚才那个姐姐 忧郁的眼神 我怎么有种直觉呢 什么直觉 你们俩年轻的时候 是否有什么故事 不是 白部长 这这这玩意儿不能开 年轻的时候的事 大有没有 不不 没有 多芬 你这这好 你 你把这活换 我刚好找你有事 那个 白部长 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回家一趟 顺便跟村长说一声你来了 好 好 好 你先忙 走 多芬 有什么需要叫我一下 好 谢谢多芬姐 哥 多芬 晚上我跟村长说 说一声 然后一块给台本接个风 好 你准备点菜 好 对了 我正好还找你有点事 芬芬 这是你上次给我的五万块钱 我回去才发现 一直想找机会还给你 我真不能要 我已经欠你太多了 这钱 你必须拿回去 你欠别人的债都还完了吗 没呢 一千多万 哪那么容易还了 哪那么容易还了 慢慢还吧 这是我的事 这钱事不多 我也帮不了什么大忙 你要是不要你把他扔了 不是 是 我很郑重地跟大家说啊 昨天啊 我到镇里开会 镇领导 对咱们大草育招商引资问题 反复做了强调 可这个事吧 对咱们来说 一直就是个老大男的问题 你说这投资商也怪了 来一波走一波 走一波来一波 你说 就没有一个站住脚的 你们 大山叔 大山叔 保九叔回来啦 保九叔回来 好 好 三块 来来来 保九哥 保九哥 好 还有真是你 保九哥 太可回来了 回来 回来 哥 你这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也没打个电话说一声 我这回来是办公事了 所以走得比较仓促 没来得及 是不是招商引资的事啊 看看 就你沉默住气吧 没错 就是招商引资的事 投资商找着了 太好了 你先别激动啊 投资商虽然有了 但是 还得有一个靠谱的项目才行 所以说啊 人家投资商要求啊 我们回来得写个方案 进行一些考察 把项目报上去 人家拍板 资金就到位 项目就可以施工了 给老师 这投资商是什么来的 靠谱吗 当然靠谱啊 投资商 就是我们公司 我这次就是奉我们老总之命 特地回来考察项目 回去交报告的 你也报警哥 真的 我太激动了 来 张科学 去 弄里边好酒 弄点好餐 来来来 别着急 别着急 不是 不是 我得回家看看 我这一进村就先告诉你 这好事了 我得回去看看老爷子 再说了 我们美女部长也在那儿等着呢 我告诉他了 晚上一块给他接风洗尘 你 你给人家一个人搁袋了 你弄个宾馆招待人家呀 没事 让他一个人好好看看咱那风景 也便给他加深印象 好 好 好 我先回家了 那我也得换身衣服 好好好 晚上见 晚上见 快 爹 爹 好 好 好 快 快 快 喊我一下 晚上的事 大爹 老二回来了 姐 二爹来了 二爹来了 我里走 我里走啊 咱爸呢 来 在上面呢 爹 爸 您上上边待着干吗呀 我看看这房子 好 我去找您家啊 您上来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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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爸 这不不年不节的 又突然回来了 我回了办公室 我们公司啊 准备在咱们这儿投资个项目 让我来考察来了 那工作都安排好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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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欠的账 这一时半会儿恐怕也还不上吧 爸 这些事您就甭操心了 我能想办法 当当来了吗 没来 他功课比较紧 我就让他在北京待着 你把当当一个人撂到家里头 谁看着 我怎么可能把他一个人撂家里 我把他先从他妈那儿待几天 我回去再接他 你一个人既忙事业又带孩子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啊 爸 这些事您就甭操心了 当当挺懂事的 我们爷俩在一块儿挺舒服 也清静 多一个人不习惯 玉格 玉格 大姐来了 听萌萌说 他二舅回来了 回来了 郑哥你爹说话呢 那我去看看 我姐回来了 咱回屋吧 爸 走 回去 你这腿没事了吧 没事了 吃了你这个药啊 还挺见笑 爸 哥 姐 嫂子 这是当初我回去的时候 你们给我的六万块钱 我一分没动 是谁的该都拿回去 这是干什么呀 说你老二 说你老二 你咋一分没动呢 你咋一分没动呢 当初你们爷俩回城那会儿 日子紧不成那样了 你们爷俩是咋过的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呗 过了晚上过白天 那时候听王孟说 你那个时候 又是送信 又是送牛奶 又跑出租的 感情你爷俩 成天顶着西北风过日子呢 没有啊 我们过的是东南风 舒服着呢 你说你呀 老二 说你啥好呢 二弟 咱们都一家人 你这样就太显得生分了 嫂子 大家的心意我都领了 我现在挺好的 真的 我现在工资可高了 一个月也一两万拿 而且公司马上要在这儿投资项目 要把这项目弄好了 没准我把债都还完了 二弟又是一条好汉 再说了 咱老颜家从爷爷那边开始 咱爸 大哥都是这样 只要是男人离开这个家门 就不能再从家里拿一分钱 我不能坏了这规矩 你们要非要让我拿走 就是逼我死了 老二的话我同意 不管啥时候 要没了这点闯劲 这日子过得就没有滋味 还是咱们俩了解我 这钱你们拿回去吧 老婆 听萌萌说 和你一起来的还有个女同志 是你和萌萌的上级领导 那你怎么不让她住家里来呢 就是 我把她安排在多芬那儿了 我怕弄到家里来不方便 有啥不方便的 就是啊 那城里是楼房 咱这儿也是楼房啊 姐呀 人家住在那儿方便 就让人家待吧 我不能愣把人拖到家里来吧 老二 你这个跟你媳妇离了 也有些日子了 你也该找一个帮衬帮衬的了 要不城里没合适的 起在老家跟你说一个 你看你合多分 姐 姐 你别在我这儿瞎操心了 你要是真想给人双眉 你给他爸张了一个 你行 你 你这伟大伟小的 不是 老伟大 行了 那个大山叫我爸 我先出去呢 我得请我们领导吃饭 晚上我不回来了啊 华杰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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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 你这要干吗呀 华杰哥 我这身打扮怎么样 这是我跟我媳妇结婚的事 穿的 怎么样 正式不 太正式了 咱又不是参加国际论坛 你至于吗 不是 包九哥 我得注意形象 不能给你包九哥丢脸 包九哥 这个投资要是拉城了 我准备在村口 给你立个碑 不不不不 过了 过了 太过了 你要是不同意 我给你送个雕像 不不不不 打住 大山 你 你 你趁早把我 裹成一木乃伊 你说死我得了 死了以后 你随便折腾 活着咱干点正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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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九和多芬年轻的时候 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我看给他们俩撮合得一块 挺合适 那得看人家愿意不愿意 现在老二欠着那么多债 还带着个孩子 那凭老二的本事 这点债算啥呀 再说带着个孩子咋了 那多芬不能生育 那有个孩子不正合他的意 这事啊 我做主了 不行不行 我真不能喝了 这一上来就五六杯 我真受不了了 白总 白总 这一杯 是我代表全体父老乡亲敬你的 你要是喝不透 那就是心不成 这个你们城里啊 可能没有这个说法 但是你到了我们这儿 就按我们的规矩来 来 白总 这一杯啊 咱可说好喽 咱必须得干了 要是干一半 咱马上重来 好好好 我喝 等了 好 这就对了 来 老爷 你们这喝饭也太吓人了 这还吓人 能跟你上碗 你就已经很堆得起你了 大哥 我真不能再喝了 我要再喝呀 我非钓水里 喂鲨鱼也不可 白总太幽默了 我们这儿是水库 不是大海 没有鲨鱼 你要是真钓水里啊 饱酒水净好 把你捞上来 说不定这酒啊 就醒了 来 这一杯呀 我是代表全体村委会干部 再敬你一个 大哥我求你 我真是不能喝了 来来来 端起来 大餐饭 你别那么执着的 忙着光还摆不着呢 咱说点正事吧 这酒桌上喝酒就是正事 我今天的任务 就是非常郑重的 代表大草育的全体父老乡亲 敬你还有包九哥 为你们接好这个风 我真的很郑重的 对对对 你相当郑重 你现在都已经隆重了 打你穿上西装 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差不多了那个 咱这个事还没定吗 还可能有变化 等这事晚上定定了 你敬我多少我都喝 没关系 成语不成 这杯酒我都要敬你 买卖不成人一在嘛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 来 我敬你们 你这准备代表谁啊 这回要代表我们全家敬你 大哥 你能不能一下全代表完了呀 不不不 一杯是一杯 一会儿我再单独地敬 这一杯 我必须是非常隆重的 非常郑重的敬你 来 白总 无论如何您得干了 来吧 白总 来 这杯我干了啊 好好好 非常郑重的啊 老板 这小子是村长 他能代表好多人 他且代表了 你先陪他慢慢喝着 我去上个休息间 我盯不住了 包九哥 你们喝了 我回来接着喝 苏芬 你一个人在这儿在这儿干嘛 干嘛不进去一块儿吃点 你们在谈正事 我进去不太合适 看又没有外人 你怎么抽上去 那他会费啦 跟他这么有 anders 还不留了 他会费啦 那还在那儿 一直在刚刚 不说 isi子 送去 你 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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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来 三子 小心啊 一会儿啊 点点好吃 好 看看 这儿就是我们那个村子的全貌 刚才你也听大商的给你介绍了 凭你的直觉 你觉得在这儿投资什么项目最合适 说实话 我的第一职业倒觉得 保持这些自然原貌是最好的 不适合开发 别别别 白总 您 您在城里住惯了 乍一来啊 看着哪儿都新鲜 可对我们这些土里刨石的老百姓来说 一代一代的 在这山窝子里都穷怕了 你 你看看人周围的村庄 一年都上几千万的GDP 你再看看我们这儿 一年才几个GDP啊 我都没脸跟您说 是啊 现在大家都奔着GDP去了 谁还会考虑大自然的感受啊 老百姓想过着好的生活 这无口后非 但我暂时还没有想到 更好的项目适合这里 不过 不管投资什么项目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保持这里的自然原貌 是最重要的 没错 白总说的有道理 又要保持这儿的自然原貌 又要让百姓逛上好日子 这确实得慢慢想想 对 豹久哥 这事全靠你了 你以前是搞投资的 一定要给咱们全身老少啊 琢磨个好的投资项目 千万别让他打水漂了 你放心吧 大山子 行了 白部长 咱们再四处走走 看看 好 好 好了 白部长 来 你这边请 好 多分 多泡泡啊 多分 多分 这边的生意挺好的 周末还行 平常啊 就那么回事 这里里外外的 也真够你一个人忙活的 没什么忙的 那后厨有二姐帮我 这不永硕也来了吗 平常啊 里外杂活我都交给他了 我呀 就买买菜 送个菜 就这么点事 不累 那也够累的 那不过呢 这累不累的倒是另说 做你这生意啊 那总比中地清楚多了不是 可是呢 多分 你一个人啊 终归是冷清了点 要是身边有个贴心的人 二姐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那成 反正你也是过来人 那我就直说了 多分啊 离这成天走马灯似的 天天有人给你说梅 你就没有一个相中的 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 我也不觉得冷清 舍姐 你要是来给我说梅的 我谢谢你 可是我觉得 你还是别操这份心吧 你说你啊 这么年轻 那不能一辈子就这么当过了 到老了 身边总还得有个依靠不是 其实呢 我跟你说的这个人啊 也不是外人 按你说呢 你们俩早就应该在一块了 可是我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 当初你俩是咋回事 咋说散就散了呀 多分 你知道我跟你说的这个人是谁了吗 就是我们家老二 多分的 别人跟你介绍的合适不合适的我不管 可是我觉得你跟我们家老二啊 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你看啊 老二刚离婚 那你们俩呢 从来又好过 知根知底的多般配 虽说我们家老二啊 现在欠了外边很多债 可是凭他那大脑的瓜子 我不是吹我兄弟啊 别说是一千万 就是几千万 那用不了多长时间一桌还上 这多分啊 你虽然不能生去了 那保久呢 他正好又带着个孩子 你说这多好 那孩子上回来了你也看见了 他多聪明 多懂事啊 你们俩要能结合到一块啊 那不但了了从前的情分 而且一进门都当妈 你说那是多美的事啊 春姐 别说了 我没有那个福分 都分 都分 咋还没这个福分呢呢 乡亲们 最近几天啊 我和白部长还有咱们村长 对咱们大草育啊 进行了一下整体的考察 现在呢 我们对这个投资项目 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设想 在既不破坏咱们大草育 自然生态原貌的前提下 又不和其他乡村的投资项目雷同 我们设计了一个投资方案 如果大家觉得靠谱的话 我两三天之内呢 就会写出一个报告 上报我们总部 现在我就跟大家讲讲啊 跑马岭一带 建一个大型的这个自然居住区 让分散的各个村民 都免费居住在这儿 省得咱们挨挨护离得都太远 另外呢 从那个西到蝎子沟 南到野岸岭 北到虎狼谷 这一片地儿 我们圈起来准备盖一个 大型的天然游乐场 当然还是不破坏这个自然风光为前提 主要我们弄一些这个崩极啊 什么采摘啊 这种不破坏这个自然生态的这种项目 这样呢让城里的这个人呢 度假的时候来 既欣赏咱们这个自然风光 又能进行一些农家乐啊 或者是一些探险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对带动咱们大草域 这个经济发展会有很好的作用 是吧 你们觉得呢 宝久 你说得我听不懂啊 但是我们地没了 你让我们吃着吗 不是 宝久 你还要我活不活呢 不是 三叔 四大爷 你们都种了一辈子地了 不嫌烦哪 你再说了 咱们全村两千多口人 就指着那点破地 那还不都得饿死啊 你们要是觉得种地好 有本事 把你们的姑娘小子 别送到城里去 都留在家里种地好了 大山哪 你这不是抬杠吗 我不种地 怎么把我碾活那么大呀 爹 您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我掺和什么 地是老祖宗留下的 你要敢糟蹋地呀 我第一个大嘴巴的神 爹 您是老村长 您这思想觉悟 它 它怎么越来越低了呢 您 我不嫌让人家 指着我的伎俩骨骂 不管搞什么 我们都不能忘了 我们农村人的本色 土地是不会撒谎的 种什么就会收什么 我知道 乡亲们的担心 也是有道理的 我爹说得也对 刚才啊 我跟我们白部长 也商量了一下 我们也想了一个解决方案 下面呢 就请白部长 给我们大家讲讲 好吧 来 大家欢迎 好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我们在建设游乐场的同时 会保护好这点自然原貌 那么我们在建游乐场的时候呢 会把大家的土地保护好 等项目完成之后 我们在土地的周围 围上漂亮的栅栏 老乡们想种什么 还可以种什么 正好 这也会成为我们游乐场的 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嘛 不知道大家 对我们解决方案 满 满意吗 好 好 大山 你看看人说话水平 你这几年这个村长是白干了 行 这个项目搞成了 我让位 大伙儿听我说啊 这个项目咱们就这么定了 大家有没有意见 没有 好 今天啊 谁也别走 晚上 我请大伙儿喝酒 好 谢谢你啊 我 很高兴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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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开会怎么说 我再这么喝下去啊 非要微出血不喝 山东人就是这样 你不喝他认为你不够意思 不过咱确实也该回去了 这个方案赶紧拿回去给喝走 要不然他一调走 这事又没谱了 你 你放心好了 不管是谁来 我都请你 支持你 支持 谢谢 谢谢白部长 多喝 那个 正好正好 白部长 喝多了 你 你赶紧把它扶回去睡一下 来吧 我没喝多了不用送我 我自己能走多芬姐 我自己能走 老爷 我跟你讲 多芬姐是个特别好的女人 人家又漂亮又能干的啊 你们以前不是青梅竹马吗 反正你们现在也是单身 怎么不再就情复杂一下 等等 等等 你喝多了 多芬是多芬 我是我 我是兄妹我们 来 回去 我跟你讲 多芬姐真的特别好 是 是 是 没事 好 先回家 多芬 你就让她多喝点水啊 不行 吃点冰块 那个胃舒服 勇士 我没事 我知道你心里苦 其实吧 我心里也苦 说不出来 是吧 没事 好 没事 醒了 多芬姐 我怎么没看老颜呢 昨天她把你送过来就回家了 你昨天喝多了 她很担心让我再照顾你 回家了 不对啊 我怎么记着 我昨天一晚上都跟她说话呢 你是在跟她说话 不过 你已经睡着了 这喝完酒就是话多 你说 我欠你一杯酒 你说 我欠你一杯酒 你说 我欠你一杯酒 我说 你欠我一个拥抱 我说 你欠我一个拥抱 你戒不掉的酒 我戒不到的爱 到头来 只剩下无奈 我曾是你一身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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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是我微笑的招牌 我欠你那杯酒 你曾是我微笑的招牌 我们还有未来 我们还有未来 请给我一个完整的爱 别轻易离开 一起走过才会更精彩 你受伤的口 由我来填埋 从来 从此不要说 离开 请给我一个完整的爱 别轻易离开 一起走过才会更精彩 你受伤的口 你受伤的口 由我来填埋 从此不要说 离开 从此不要说 离开 我会说 离开 便会让我开 尼不已 宝贝